全球輿論大動態 近載有報天天讀 大家好 我是邱天海 今天已經到了周二了 還是有好消息壞消息連連不斷 看起來大部分還是好消息 首先第一個 郭台銘棄選台灣地區領導人 這個事兒咱們一會貫穿始終 有得好談 第二個是本週四 中美的雙邊的工作層面的談判 將要舉行了 中國財政部副部長 已經前往華盛頓了 第三個野門或者說伊朗 或者沙特阿拉伯 油田這個事兒還在繼續發酵 到底是誰幹的 未來國際又將飆升 加上世界經濟衰退 這副景象未來三個月很可怕 第四個是有關昨天哥倆好 一個是特朗普一個金針 金針給他老哥打個電話 不是寫了封信 不是打個電話 說過來喝紅酒吧 老哥現在表態了 特朗普說最近去喝紅酒 不太合適 一個個告訴我 好了這個今天早上頭條的大消息 就是郭台銘最後想明白了 他說我不參選了 他這一不參選 昨天還罵他連連的國民黨 現在說高峰亮節 國際級的世界領導人 這世界企業家 到底是風範不得了 什麼事兒 好馬上告訴你 中央取消 好了我剛才說的話 是不能全信心的 裡面有一半是調卡 一半是開玩笑 剩下還有一點點是真的 現在咱們後面是100% 都是真的了 現在看看香港文匯報的報導說 郭台銘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 最重要的是弃選 而且是台灣地區的領導人 《投資大紅報》也有相同的報導 所以郭台銘已經宣布不參加大選了 大選這兩者用得不好 《大公報》的編輯 這怎麼能說大選呢 大地區領導人絕不能稱大選 然後台灣選舉上演韓蔡對決 《大公報》政治上還是有點 小小的問題 然後與此同時 聯合報報導說 柯文哲 柯文哲本來是號稱 是要做郭台銘的副手 然後老大一走老二就麻煩了 你把我扔下了 老二我本來是想去選的 選領導人的 結果你要我當地副手 那咱們倆就哥倆好一塊上訪 結果老大你不幹了 現在我到底是上還是下呢 硬還是軟呢 這個柯文哲 你看啊 踏踏對台灣的媒體說 他說郭台銘不選 我就親自出馬 柯文哲說天哪 我們怎麼準備啊 你要我起來 我也得要時間起來的 好了 然後這個聯合新聞網報導說 郭台銘說不選了 後面咱們看看國民黨 國民黨是怎麼稱讚他的 國民黨說了 堅信郭董關鍵時刻 做出最佳的捲擇 然後關鍵問題這個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 咱們說一下啊 這是民進黨的報紙 是不可信的 自由時報說 才昨天剛刷完 說別演演了 今天國民黨改口大戰 說郭董是國際級的企業家高度 不過這個事兒 民進黨這麼一說 咱們這麼一聽啊 他的話咱們不能信 後面看看台灣的中央社 國民黨的中央社報導說 國民黨說 郭台銘沒有參選 當然就沒有黨紀處分 這話好像也有點問題 至少退黨了 還是有一些問題的吧 因為之前是吳敦義主席 親自把國民黨的 榮譽黨員的證書發給了他 然後他又親自手抄 對不對 咱們看到的照片說 手抄 退黨聲明 退黨了 雖然現在最後做出個決定 是有利於國民黨 但國民黨也不用 馬上那麼高地給他個榮譽吧 退黨這事兒 至少好像還是欠佗的 好了 後來咱們看看 郭台銘為什麼要棄權 這張照片很年輕啊 這張照片要麼是懶了頭髮了 要麼是幾十年前 或者十幾年前拍的照片 然後說他內部做了一個評估 按照這個東盛新網報導說 如果他參選的話 內部民調曝光 他說他至少要落後 蔡英文10個百分點 商人嘛 對不對 這個東西一算 平時算錢怎麼會算 算民意調查 他就不會算了嗎 最終做出一個決定 你看中國時報 還是有格局 他說掌握團結契機 搶供中堅選民 觀念問題後面 萬眾的目光 寄予一身 寄予光頭寒的身上 光頭寒能不能 令國民黨滿意呢 觀念是副手到底是誰 到底是朱立仁 還是什麼 目前還沒定下來 好了 那邊向 這邊向郭台銘剛剛棄選 那邊向呂秀蓮說要出來參選 我一開始也納了麥爾 我說這邊 這個民進黨那邊 不是已經號稱是參議員們出來了嗎 說不是 人家呂秀蓮是以獨立的參選人出來的 但是呢 不管怎麼樣 這個綠營內部說 我們綠營還是沒有分裂的 好了 咱們再換個焦點 昨天剛剛說完這個所羅門 所羅門其實前幾天不但是禍不擔心 而且無風不起浪嘛 對不對 這個觀念問題 民進黨自己要把自己的東西蒙起來 過頭鳥心態 然後現在好了透露出來了 所羅門果然與台灣斷交了 這個是聯合報導報導 什麼我與所羅門斷交 這個我是指台灣 然後《中國時報》的報導說 台所斷交菜丟六個邦家國 昨天我不是說了嗎 大概在台灣目前好像還有16個吧 16個國家當中大概能夠記得起 或者說得出名字的 大概就一個國家海地 我們還比較熟 其他當然還有其他一兩個了 至於絕大部分的國家 我們都連名字都喊不出來的 好 與此同時 《中國時報》還有一個報導說 觀念後面的內幕到底是什麼呢 他說是不滿美國和澳大利亞的施壓 鎖國投靠新老大 新老大這個詞也用的條感是可以的 然後聯合報導說 內閣會議拍板 美國安排潘斯會舞無效 所以不管怎麼樣 這對台灣打引號來說 他說外交上還是一場風波 所以聯合報報導說 藍營擔憂會產生雪崩式的一個斷交 最後他的一個吳釗燮 台灣的對外部門的首長吳釗燮要請辭 蔡英文說沒有請辭問題 表面上是說沒有請辭問題 其實內心是說你走了 那我老姐姐我幹嘛 老姐姐我還想參選呢 開玩笑 好 最後《中國時報》還報導說 駐索國大使船有可能被要驅逐出境 這個大使當然是要打上引號的 好 觀念後面的背幕 內幕和背景 《中國時報》一個報導說 大陸正在佈局南太 意在第二島鏈 同時他還引述了大陸學者的 這個話來說 北京時代推一帶一路列車 搭車則重 很多人是想要上車 好了 後面咱們就快點 捏完就算了 這個俠客島報導說 只要民進黨還在台上 台灣早晚零幫交 台所斷交 大陸外交部說高度讚賞 大使所去 勢不可擋 好了 與此同時 咱們看看兩岸關係方面 在台灣聯合報方面是報導說 大陸20個城市 9月20號開始恢復小山通自由情 同時《南華早報》報導說 100天了 100天 這個100天 不是小孩子 這個100天 而是說香港的動亂100天了 那麼它裡面舉了很多的一些例子 一些事情 好 觀念是100天 按照目的的評估 這個香港展望開始變得負面 有可能會降級 所以三大評級機構 一致的對中國香港地區的評級 都有所下降 換句話說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整個的國際社會 尤其是商界 對香港的信心開始去下降 那所有的一切都是這幫傢伙的 香港的新報報導說外交部赤黃之鋒 說你沒有資格說三道四 黃之鋒什麼呢 上禮拜跑到德國 見了德國外交部長 然後這禮拜跑到美國 又去見美國的國會議員 然後他還說什麼 就要在國慶之前了 諸如此類要搞很多動作 外交部說 Shut up 閉嘴 你沒有權利 也沒有資格說三道四 好 然後咱們再看看 香港新的日報報導說 香港的反修例風波持續 深圳機場上月的客運量 增了9.2% 那本來嘛 深圳就是一個國際大投資 即便沒有香港的事 我認為深圳的機場 也應該要提升它的國際地位 這麼大的一個機場 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大的機場 沒有之一吧 到目前為止 深圳的國際航班 少之又少 我認為即便沒有香港的風波 深圳也應該成為保安國際機場 好了 與此同時最後一章告訴你 澳門的第三位 第五任特首賀宜誠說 澳門 澳門不能亂 為什麼呢 澳門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特別行政區 而且今年12月份的時候 澳門特別行政區就要迎來 請回歸20週年的重大而偉大的慶典 好了 後面很快的速度 我幫你梳理一下 中華地區期待一些 你不可不知的消息 好 不可不知的是按照新華網 和相當新聞都有報導 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70週年之前 國家主席習近平到了老區 告訴大家 牢記 紅色政權是從哪裡來的 同時李克強總理 這幾天正在俄羅斯訪問 李克強總理表示 中國俄羅斯的關係 是目前最好的關係 同時李克強總理訪問俄羅斯 還呼籲共同撼匯多邊關係 李克強總理還表示 中國企業在俄羅斯正在創造就業 同時《南華早報》有個報導說 他說 李克強總理在莫斯科 希望能夠管理莫斯科的期待 換句話說 莫斯科對中國 還有很多的別的期待 對不對 除了雙邊合作關係之外 最近西方國家也在挑捕離間 好 余聰事《南華早報》 還有一個報導說 說玉米的工業 也受到了重大的一個重創 原因 就由於這個珠瘟 原因可能還有一部分的由於 貿易戰 同時 中國外匯管理局還表示 說撤除一些合資格的 一些外國企業者的資格 額度有可能會長期資本 在中國的發展 好了 最後我們告訴你今天 如果你關心社交媒體 據我們美麗的女主持人剛才告訴我 從80後 90後 00後 70後 60後 20後 10後 反正活著的全世界的人 今天大概都喜歡 很喜歡這個歌 43呢 說好不哭 大千世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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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說好不哭 後來我一看照片 人家郭斗沒哭啊 笑嘻嘻的 不過也許心在哭 也可以理解嘛 對不對 本來這個錢賺夠了 想跟特朗普一樣 來玩個票 正著玩個票 想不到還出來個光 光頭寒 國民黨還挺寒 那麼完了以後 他一怒一氣 或者一爆之下 宣佈退黨 但是宣佈退黨之後呢 全球輿論一片畫懶 罵聲遠遠多過 對他的戰意之聲 所有的這一切呢 最後令他人心上的善良 佔了上風 所以高風兩節 對不對 所以這下呢 郭台銘至少還是在一個 比較困難的時刻 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 內心雖然在流淚 表面上還是消息息的 也正好今天這個周杰倫 凡是活著的人都聽了這首歌 好像這首歌是為他寫的一樣 好了 咱們趕緊休息一下 晚上之後是《國際聚焦》 歡迎回來 剛才《重要聚焦》 在這邊大家看到的都是好消息 所以郭東齊選 所羅門棄案投名 現在《國際聚焦》 咱們看這邊 好像首先至少 馬上也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呢 這個中美的貿易從商 本周是至少在工作層面 要開始了 國際聚焦 好 這邊開始演出好消息 我們先看看Fox Business News 它報導說 《國際聚焦》 星期日 星期日 禮拜四 然後聯合早報也有報導說 中美的周四 啟動一個副層級的 就副部長級的一個貿易磋商 那麼這次呢 有意思的是 這次不是商務部副部長去了 而是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去了 但是財政部副部長 它前面有一個重要的頭銜 就是中共中央財辦副主任 主任是誰啊 靠大家 主任 我就不說了啊 這個 然後與此同時這個路透社 還有一個報導說 中國連續第二個交易日 購買美國的大鬥 那是美國農業部的說法 不是我們自己的說法 因為從6月20號 這個中美兩位老大 在這個奧萨卡 大阪見了面之後 這個當時中國 表面上是說是承諾 但是我們一直沒落單 所以搞的 我以前曾經 7月份我曾經多次說 我說當時搞的 特朗普不要不要的 特朗普不要不要是啥表情 我們可以想想一下 現在說你不要不要 那我現在給你要一點給你 這都是一種謀略 對不對 好 就看誰先眨眼睛 與此同時我們看看 現在你看中美的貿易磋商 談判在即啊 所以很多的東西就開始 往上走呢 其中也包含人民幣 所以香港新報報導說 這樣人民幣四周新高 昨天人民幣也開始創新高 維持全球第八的水平 但是與此同時數於今而分不止 我告訴大家 這個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因為中美之間的這個矛盾啊 是長期的 是永恆的 是至少是結構型的 因為這個裡面有貿易戰 未來我們不希望發生貨幣戰和軍事戰 但至少科技戰已經見在懸上不得不發 而科技戰才是本質 什麼貨幣戰啊貿易戰啊 都是表現而已 所以有關科技戰 我們看到香港新報的報導說 美國景丁阿里和騰訊 百度防間諜 你說什麼事啊 B.A.T.H.對不對 B.A.T.前面 那百度啊 騰訊啊 阿里巴巴啊 本來沒什麼原創 都是學的美國 對不對 只有H有原創 本來說你說中國原創 你盯著中國吧 說你還有點出息 對不對 你怕你自己被中國趕上 連抄襲你的那些企業 說抄襲不太好啊 至少我們在技術上 很多是從美國引進的那些企業 你還要盯 你這不是變得更沒出息的嗎 所以這美國人沒出息啊 真是充分地展現了美利堅合眾國 缺乏自信 好了 但是余聰事 我們看看來自共同網的一個報導 說快訊 說特朗普告知國會 有意簽署日美的貿易協定 昨天我在這裡就跟大家講過了 大家未來一段時間 要高度關注兩個協議 一個是美英的雙邊的貿易協定 有可能是暫時性的 另外一個是日美的貿易協定 這個是特朗普最近一方面 跟中國在打貿易戰 因為中國老二他是老大嘛 老大要跟老二打貿易戰 他一定要拉著老三 拉著老五 拉著老六 對不對 老五 老六 包括老四 能夠跟著他 他就有底氣跟中國 跟老二打貿易戰 這才是真正的下一盤棋 整個一個大的佈局 好了 余聰事 我們看看聯合報的報導說 說特朗普的關稅 炮口 有可能轉向歐洲的奢侈品 歐洲現在是什麼 德國是老四 對不對 老三是日本 現在老四還不咬拳 老五老六 老七老八 基本上就跟著美國PDRP的走了 所以怎麼樣把老四給搞定 這個是最近特朗普的一個謀略 那麼很多朋友說 英國是什麼呢 英國它地理不是要脫歐嗎 就是那個倫敦 特朗普它地理要脫歐嗎 所以英國已經不是問題了 現在歐盟 尤其是德國才是問題 那包括德國的汽車稅 對不對 歐盟的汽車稅 所以10月 本來是5月18號要通過的 現在就是延半年 延到今年11月份 所以歐洲現在也比較緊張 好了 余聰事 我們再看看這個車不是問題 油才是問題 沒有油 車是跑不了的 好 現在油要漲價了 油 原因是什麼呢 這個沙特阿拉伯 國際現在最大的一個 石油素素國 兩個油田遭到襲擊 本來已經野門的胡塞武裝 已經說是我幹的 然後特朗普和蓬佩奧說 No 不是你幹的 是別人幹的 是伊朗 什麼事啊 然後關鍵問題 現在中央情報局 還沒有拿出證據出來 所以我們看看半導電視台的報導說 他說 Trump says he would certainly like to avoid war with Iran 他當然還是不想跟伊朗打仗的 因為這個呢 坦白說得講特朗普腦子還是清醒的 因為不久以前 剛被他趕走的那個鷹派當中的鷹派的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 當時就趁特朗普一不小心打斗的時候 把十二門大軍推到了波斯灣的邊緣 搞得特朗普一夜之間醒來 他說 I'm not going to a war with Iran 我原來我的想法 不是要跟伊朗去幹架我 不管怎麼樣 最近一段時間禍不擔心 我們看看 由於這個沙特阿拉伯這個事 因為它是一半的 沙特阿拉伯一半的原油受到損失 然後全球原油供應鏈5%也受到損失 所以《星期日報》報導說 油價一度飆升近20% 海灣戰爭之後一個最大的一個增幅 還有一個更可怕的 就是世界經濟衰退馬上要來臨了 歷史上有過6次 油價高升的時候 必然會導致經濟的衰退 而經濟衰退都發生在美國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 一會兒我再跟大家講講 路透社有一個報導說 美國10月份的燃油 就Shell gas Shell oil 一元油的產量增值 創紀錄的884.3萬 每天一桶 每天有那麼多 因為美國現在自從2013年 2012年以後 他出了燃煙油的燃煙氣的開採技術之後 說美國已經擺脫了他的 制勝他的能源革命 擺脫了他的能源依賴 美國相當程度已經是 可以左右世界的能源格局 這一點也令莫斯科感到非常的魯莽在背 好了 與此同時 特朗普還在他的推文上說 我不是要跟伊朗打仗 所以在過去一段時間 在能源上我們還是占了很多好處的 在這一點上 我們還是要感謝伊朗的總統 諸如此類等等 香港《星道日報》還有報導說 沙特阿拉伯 現在是最大的一個原油進口國 其中最多的一個國家是中國 每天188萬桶 這談著來講 對中國也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同時《星道日報》還有報導說 美國的軍事威脅 伊朗 中國和歐盟呼籲要進行克制 然後現在有人稱之為 這是叫沙特的珍珠港事件 所以不知道乾淨以後的歷史 到底會如何寫這個事 到底是有意為之 還是無意為之 到底是有意的一個陰謀 要挑起一張更大的爭端 我們現在不得而知 一切盡在觀察之中 《中國時報》還有一個報導說 中東的局勢不斷地發生演變 有可能會使特朗普和魯哈尼的 會晤破局 現在還談什麼特朗普和魯哈尼的會晤呢 然後香港《星道日報》還有一報導說 伊朗自封 核潭入美國 敢打嗎 好了 那邊向普京出來說話了 按照邦達電視台的報導說 普京說 現在沙特阿拉伯你不要怕 你這個原油的供應我給你 我給你趕上 這個軍事上來幫助他 可能在石油的供應上 也會對他有所幫助 然後普京說 俄羅斯 土耳其和伊朗三個國家 敘利亞問題在安卡拉的峰會 富有成果 那邊向我們看看 昨天我給大家講了 美國有幾個重要的盟友在中東 一個最大的盟友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的總理內塔亞胡在大選期間 再揚言要吞併約旦河的西岸 什麼人呢 好 然後同時我們看看這個 特朗普他的 在平老的他的小弟 金城發出了邀請 但是特朗普說 NO 現在還不適合 老哥現在不適合去訪問評了 好了 後面很快的速度幫你梳理一下 國際間其他一些消息 好 為什麼不適合呢 然後我們來看看朝鮮表示 只有制度安全保障才能談到無核化 因為朝鮮不願意棄核 是啊 昨天我不是說了嗎 此時時刻你如果過去的話 明不正言不順 要在歷史上留下一個重大的一個陰影 好了 英國和歐盟 現在會談無果 在北二南邊境的擔保 依然是處於膠著狀態 同時美國的鴉片自通藥商 也申請破產 這個今時今日還在用鴉片止疼 這簡直是聞所未聞 同時曹德旺表示 美國的工會制度 已經不適合製造業的發展 同時在突尼斯的總統大選方面 兩個政治素人 有可能進入第二輪的一個大選 在韓國也發現了首次的一個珠瘟 俄羅斯最先進的防禦導彈 部署北極圈 同時美國有超過一半的 一半的民眾表示不認同 是人為的 地球暖化是人為所知 但是不管怎麼樣 臭洋童說半 30年以來最小 好了 先來趕緊休息一下 我走到那兒你也休息一下看看 沙特阿拉伯這事到底是誰幹的 未來國際油價飆升 世界經濟衰退 今年後面的三個月 還浪不浪你我過日子 這後面的重大背景是這樣 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六次油價高漲 最後同時導致美國國內經濟衰退的情況 這是會不會成為第七次 因為兩三斤之前 美國的長期和利率的 長期和利率的國債的收益倒掛 已經發生過了 好了 我們先一個一個來 我們先看看CNN報道說 這個在沙特阿拉伯的油漆田 遭到襲擊之後 All options carry great risk 這句話很重的 所有的選項和可能性 都充滿了巨大的風險 然後CNN還有一個報道說 現在連北約的秘書長也表示高度的擔憂 對什麼表示高度的擔憂 對局勢緊張表示高度的擔憂 CSS 美國的智庫 國際戰略研究中心 有個表示 他說對沙特阿拉伯的襲擊 在戰略上是有嚴重後果的 包括歐洲的德國的媒體 大家在猜到底是誰幹的 那麼最後德國的媒體還報導說 特朗普說不管怎麼樣 我跟伊朗仗是不要打的 但威脅還是要的 好了 到了今天點評的部分 我來說一下到底沙特遇襲 火傷郊遊前景到底如何 第一問題我們想搞清楚 兇手到底是誰 坦誠地講我也不知道 我如果知道 我就不站在這兒主持節目了 真相撲說迷離 這裡面特朗普前後改口 然後當然博爾頓被趕走了 現在蓬佩奧這個老兄一口咬定 前中央情報局的局長 一口咬定是伊朗幹的 那麼為什麼要一口咬定 這顯然是跟美國和伊朗的矛盾 戰略矛盾有重大的關係 問題是胡賽武裝的可能性 到底有多大呢 按照剛才CSIS的這個 研究報告顯示 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但對於我們來說 陰謀陽謀我們不管 我們現在只管兩個 第一 國際油價上漲 未來是不是會火傷郊遊 第二 油價暴升 已經暴升了百分之二十了 五分之一 經濟衰退 未來三個月日子 還浪不了你我過了 貨不擔心 但是日子還要繼續往前過 有毛天天讀也會每天陪伴你 明天我們繼續見 一聲音樂 不見 一聲音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